清朝已经灭亡了110年 但今天世界上有一个国家依旧在使用大清国旗 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并且这个国家至今不跟我国建交 你知道这其中的原因吗 不单是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 西马拉雅东段南坡的一个内陆国 国土面积38394平方公里 不单这个国民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雷龙之地 说到尊崇隆的国家 当今世界上中国当首屈一指 不单实际上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有关不单与中国的关系 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建于蛮书记 根据明确的实料记载 不单的祖先是八世纪突破的一个小部落 而自唐朝征官15年 文成功诺嫁给宗战干不起 突破实际上已经成为唐朝的繁殊国 也就是说不单在历史上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领土 1353年元朝一统西藏之后 就封帕姆朱巴家族将去建战为大司徒 将最建战建立了帕姆朱巴政权 元朝灭亡后 明朝为了更好的管理西藏地区 就招帕姆朱巴家族的人进京 后来帕姆朱巴家族建立的政权遭到了颠覆 他的后人纳姆加尔带着族人元祖布丹 凭借着自己的英勇善战将布丹征服 并广传荡传佛教 清朝为了积极推进两地的文化交流 加强布丹对清朝的归属观 1731年 雍正下旨吃风当时布丹的第十任国王 逆旁旺步为 俄尔德尼第八 第八的意思就是国王 为了填补中国之前历史记载中没有布丹的缺陷 雍正海下旨给布丹之前的每一任国王都吃风了封号 同时清朝也撰写了布丹的相关历史 并列举了很多布丹臣服与中国的证据 以此来为布丹证明 布丹也愿意学习清朝的先进文化 因此在很多方面都蒙方清朝 比如皇位继承仪式 国王身穿 清朝的长袍等等 同时清朝也按照惯例给布丹设计了王室旗帜 根据清世稿记载 雍正帝下旨 按照清朝国企黄龙旗的规格给布丹制作国旗 但是龙身有着微妙的差异 黄龙旗的龙有五种 而布丹国旗中的龙只有四种 正是藩属国的规格 但随着清政府的江河日下 19世纪布丹遭到了英国人的入侵 英国人强行将布丹的国旗进行了更改 将原先正黄旗的底色改为一半黄色 一半英国国旗的日出红色 将荒龙旗中的龙的朝向 由原先的朝向正西改为朝向正东 同时去掉了其中的红日 1865年 英国致命的强行布丹签订了新出拉条约 布丹让出了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 1949年 印度独立之后又干涉布丹 规定布丹对外关系完全受印度指导 至此 这个一度完全属于中国的防守国 彻底脱离了中国的怀抱 好了 关于不大的黄龙旗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就先聊这些 感谢大神明的观众点赞 谢谢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